大家好,今天在啟德發生意外,兩輛的士就相撞了 就在啟德木齡街外面這個位置 這條路很離奇,沒什麼車都會這樣相撞 其實我對這條路是有點感受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看看木齡街 這條路沒有什麼車可以走進來 除了的士、上落貨和上落客的私家車 就沒有什麼車可以進來 不是一條主要的路線 一條骨頭巾 轉進來,這裡有個的士站 這個的士站也有客人在上車 都是一個等客的熱點 我想說,我自己也有來這個的士站 那我通常 如果我不是接了貨車的客人 我是來等客人 我通常都會在這個位置 安全地進來 那我進來的時候 本身這裡 可能排一輛車就會變成兩三輛 因為這裡 DXC機 10格 我想有7格 都不會去到最前 這個最寬闊的位置 才掉頭 10格 有7格 都是這樣 這裡 掉進來的 那 就 在這個位置 直接就不去前面的回船柱 這個位置 就直接在這裡 這樣 那 沒有問題的 又沒有不准掉頭 然後又是去線 你可以這樣掉頭進來的 只不過 會影響到後車 如果你沒有看清楚的話 後車看到你靠左邊 因為這個位置 你要拿到最左 然後一下就一手太掉過來 後面的車看到你靠左邊 他自不然就會抽頭出來 那 如果一個我這樣的人 我這種 直接去到最尾掉頭的人 還有一個 好像會靠左邊 然後在這個位置 掉頭的人 相遇的時候 如果好像我這樣的人 沒什麼耐性 抽頭出來的話 那就麻煩了 就會相撞了 所以 一方面 就 想提早掉頭的人 我覺得他要小心一點 另一方面 想安全合法掉頭 去到最後面 這個位置 最安全的位置 這麼大的位置 很輕鬆掉頭的人 又要留意 有沒有車子 在這個位置掉頭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要這樣做的 就是你真的要時刻留意 有沒有人想在這個位置掉頭 尤其是在的士 所以這件意外 實屬不幸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做法 真的去到最後才掉頭 就會比較好的 因為 這個位置比較寬 而且大家走同一條路線 不會說 在抽頭的時候 就會撞到 這次的意外 實屬不幸 下次小心點 留意 對方的車輛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